我個人覺得當年長江三峽可能是有很大的危機 因為當年的時候通過三峽工程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還在做新聞 其實當時是增益非常非常大的 因為當年中國建長江三峽大壩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都對建大壩這樣一個水利 因為水利工程是19世紀20世紀就開始有 但是大家都開始思考 說這個大家都講那個第一個講生態 另外就是說這種水壩的建設 因為以前建了水壩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一些負面的 十年二十年幾十年過去 它的負面效果越來越多了 所以大家覺得對一個三峽大壩這樣一個建設 應該有更多的科學的去認證去考證 所以當年反對聲音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當時整個三峽大壩通過決策 不是一種科學的理性的從長遠的這樣一個就做出決定 完全是就是說權利者利用他的權是強行通過的 所以三峽大壩的這個後患 當時大家都說是可能很嚴重 現在你看三峽大壩最慘的一個災難第一就是長江上游嘛 以前重慶從來沒有聽說水患的 因為你把三峽大壩一建起來整個那個上游的水位就提升了嘛 現在整個那些長江上游的很多城市都現在造水延 然後三峽大壩建了以後對整個長江流域的那個氣候的影響啊 地質的那些影響都可能很嚴重 而且三峽大壩一建了以後呢 本來那個長江水流它這個自然生態它是自然流動的嘛 但現在你大壩也流下來了後 上游的那些泥石衝擊啊 這泥土的衝擊都是很嚴重的 最近我聽說他們那個三峽大壩的那個那個興建呢 質量是有問題的 其中一個那個大壩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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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壩型啊 那個水泥的那個 我看的是台灣的一個電視節目 專門把那個美國的湖湖大壩 大家入伏那麼庫羅拉多大火呢 就是那個拉斯維加斯那個附近那個湖湖大壩 這個興建跟它的對比嘛 它那個那個大壩那個黑心那個水 因為大量的水泥澆住進去 那個水泥呢就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水泥會發熱的嘛 可能大家都知道你把石灰丟到水裡邊 它就會起化球反應然後就發熱 然後呢外面的是冷 裡面是熱 而且三峽大壩那個那個澆灌那個水泥 就是那個量是非常非常大 據說三峽大壩那個水泥的那個冷卻 要用150年才能完全冷卻到 如果你溫度你知道溫度有溫差的話 那麼就熱漲冷熟了 那個大壩就會出現裂縫 他們那個湖湖大壩的建那個大壩的方式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在那個湖湖大壩裡邊 建立了那個那個叫什麼冷卻管 就是不停地灌冷水進去 幫助它的冷卻 就不需要用了150年冷卻 它要是大型的溫度 跟外面的溫度相同的話 就不需要150年 但是說那個建那個冷卻管 長度是嚇人的嘛 就幾百公里的長度 所以長江三峽大壩呢 會應該比那個更那個 但是他們當年偷工減料 所以這個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後患 估計現在三峽大壩內心的溫度都比較高的 然後這個高會不會熱漲冷熟嗎 會不會出現 但不知道 如果真正三峽大壩的話 出現潰壩的話 那整個長江下游全部都爛掉 以前三峽大壩建的時候 大家就說的 從一個戰略的那個角度來考慮的時候 就說那個如果發生戰爭 人家就打一個黑彈就打到你大壩 三峽大壩 好像三峽那個地方有個軍事基地 什麼什麼的 防空一個防空基地 防空系的一些基地 專門是保護那個三峽大壩的 所以三峽大壩這個中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這些都不少 這些是從生態啦 質量啦 三峽大壩都造了引化 這些不是最嚴重的 我覺得是有一個這個問題 現在台灣人比較少 因為它三峽大壩發電嘛 實際上是李鵬這個家廚 在三峽大壩 利用三峽發電 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腐敗案子 這個案子呢 恰恰是因為我做過 當然細節我記不到了 因為我寫過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 這些資料都不是我披露 是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那個習近平好像剛剛上台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好像要搞那個 搞李鵬家廚嘛 他們裡面很多資料就披露出來了 第一個 當年三峽大壩 建這個大壩的時候 因為那個資金是很大的嘛 是向全中國人民集資 當時怎麼集資呢 就說好像是 我現在不能確實那個禁 就是發行什麼採券 就說你要交 就是說 美國人全國人民到去買了個什麼 就說你去 有點像什麼交個稅案 就像你在那個機場上 你要去 要機場稅一樣的 就是通過一個交稅 就每個人都會 你們去查一查了 這個可以做一做 就全國人民集資而建的 但是現在這個三峽大壩 開始發電以後 這個電力集團這個方向 變成一個私 東搞西搞 變成一個私人企業了 就我們投資 應該是全國人民 全中國人民都是這個三峽 發電廠的電力 現在賺錢了嘛 我們都是股東嘛 股東變了 國營的這樣一個 變成一個私營的了 然後呢 當初的時候呢 就說傳李鵬家族要出事的時候 就中央那個 中紀委吧 中央巡視組到三峽大壩去巡視嘛 點了李鵬的名字 一個中央老領道 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嘛 所以當時我們都以為那個 李鵬家族要倒霉了嘛 但好像現在有那個 所以三峽大壩裡面 這個裡面有很嚴重的腐敗 權力腐敗問題 這個是可以應該去追查的 而且給李鵬家族利益 涉及的非常非常大 可以查的 這個就是他們把三峽 發電廠的這個國營的氣力 通過這個股權的改變 變成一個私運氣力 現在賺的錢 不是全國人民在賺錢 是一批私人的 私人氣力的他們的財富了 三峽大壩現在發電賺錢嘛 其實中國修大壩這個東西 非常嚴重 現在從中國的 從黃河 長江上游 金沙江 所有的治療全部去查 原圖全是建大壩 對那個生態呀 這些環境的破壞 都非常非常嚴重 甚至可能他們建大壩 因為中國的那個 就是雲南好多火流 都是流到那個南亞地區的嘛 印度啦這些 流到那個東南亞這些嘛 這些活流 現在他們有些建大壩 可能會影響人家 人家其他國家的那個 水利生態環境 印度啦緬甸啦 這些都可能受影響 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的 這已經是個國際問題了 就是說他們在 還有扇子在上面 還不光是這個 據說還挖那個沙的 他們那個什麼 到處挖那個沙子呢 就是因為那個建築材料嘛 現在活沙 活中的沙子是 是一個非常珍貴的那個資源 現在全球 據說是除了水之外 這個活沙好像是第二大 第三大的自然資源開採 他們在上游挖沙 金沙江什麼到處挖沙嘛 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那個 那個生態危機 預言中的2020庚子年 將會發生瘟疫 洪水 乾旱 饑荒 政變 大規模死人 首先我們看一下 《地目經》關於庚子年的預言 時曰太歲更此年 人民多爆醋 武漢肺炎導致非常多的人突然暴斃 第一句已經應驗 春夏水淹流 秋冬貧飢渴 預言今年春夏天將出現洪水 秋冬將出現饑荒 高田游擊辦 萬道無可割 說的是農業遭受打擊 秦淮足流蕩 無儲多劫多 秦淮河主要在江蘇省境內 表示那裡有可能會有很多無家可歸的人 古代的無儲地區 大概今天的兩湖 兩江 浙江地區 有很多的搶劫 爭奪 現在已經有新聞報導 各省武警有搶口罩的新聞 如果瘟疫持續 這種現象會更多 2012年有一則預言流傳出來 預言很長 我們只選取其中幾段 烈火斷養 人窒息 火到之處 霧成灰 2019年 澳洲 亞馬遜 加州 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大火 朱瘟在前 醒世人 就是2019年非洲朱瘟 導致中國肉價大幅上漲 麒麟在後 將人收 麒麟指的就是武漢肺炎 筆者認為 麒麟諧音 氣麟 而武漢肺炎通過空氣傳播 人為災難何時休 洪水滔天萬古流 這句預言有滔天洪水導致很多人死亡 而這場洪水主要是人為造成的 這幾年一直看到三峽大壩變形的新聞 如果今年的洪水在長江 三峽大壩又是豆腐渣工程的話 後果不堪設想 這和麒麟諧語言的春夏水煙流一致 金陵塔碑文中寫道 遺氣殺人千千萬 大洋殘暴過豺狼 這裡的遺氣指的是武漢肺炎 繁華市遍汪洋 高樓閣遍泥港 這裡是預言將有大洪水發生 父母死難埋葬 爹娘死兒孫扛 萬物同遭結 蟲蟻亦遭殃 這是大洪水之後的慘狀 現在我們看劉伯溫碑記預言說 若問瘟疫何實現 但看九冬十月間 據BBC報導 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 12月1日公布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患者發病 合理推斷 這個病毒最晚也是11月出現 這正應驗了瘟疫的出現時間 預言繼續說 還有十仇在眼前 一仇天下亂紛紛 二仇東西餓死人 三仇胡廣遭大難 四仇各省起狼煙 五仇人民不安然 六仇九冬十月間 七仇有飯無人食 八仇有衣無人穿 九仇實體無人減 十仇難過諸暑年